58. 東方日報 港股外圍 與703點 2015年7月8日產經 B03中央府撐戶心股市未有起息 加上基金沽股套現應對可能爆發的熟匯潮 痴著增跌穿250天線 收24975點 錯260點 郭子側見紅 錯404點 較高位錯2成 並滴穿250天線 維俄股入價指數漲8.19% 見147.87點 港股在外圍增錯703點 四月中預言股市見頂 並會入紅市的資深財經價人線林一鳴認為 中港股市紅市未完 即使未來會有反彈 建議投資者把握機會辜貨逃生 事實上 美股偏遠及新加坡交易的新華富士 A50指數期貨下錯 港股美國預托政權 A.D.R.週二低開 離程 00005報66.934元 交港低1.516元 中夷00941報92.839元 低2.911元 騰訊00700報138.988元 低5.712元 港交所00388報215.849元 低6.151元 相當於此錯703點 此或是22870低位 昨日此高開155點後 最多增長203點 為A.股偏遠 此增倒跌417點 國子敵勢更暫急 增急射467點 全日跌404點 收報11827點 連續四日下跌 港股總成交1737億元 港股沽空減少於兩成至150.91億元 沽空比率8.75% 昨日有1567隻股份下跌 有勸商表示 儘管不少基金現金水平已高達5至8% 為近日中港股市急錯 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熟回潮 有基金沽收港交所 騰訊等股份 而增加現金的比重 儘管昨日有散戶於220至221元 為港交所捉起血肉長城 為不敵基金股盤 港交所最低建218.4元 全日跌5.53% 收報222元 不但是最大跌幅藍籌股 並且連跌8日 累積下錯於兩成 不過 昨日收市時 於221元依然有217個排排入21.5萬股 220元 有1200個排排入83.6萬股港交所未成交 林一明指中央暴力救市犯兩大錯誤 一是出招太急 太密 觸發市場恐慌 同時客怕外資 連原本無意沽貨的投資者 也趁那夜接貨加入沽貨行列 加速熊市來臨 其次是中央過早七招 打逆市波 難逆市場力量 以至救市失效 又認為即使人行未來大開水後 依然無法扭轉乾坤 同時打擊內地股民對中央的信心 他俗說 現時只處於紅市初段至中段 許多投資者繼續薄反彈 為經過多次消耗性反彈後 指數的底將會一浪低於一浪 歷時由半年至一年不等 即使愛惹千億 萬億元舊市 不能回復股民信心 但個個都抱著個水泡 水泡都會沉 他估計 次短線將會滴穿250天牛紅線 按高位調整兩成計算 或要下市二萬二千八百七十點才可頂一頂 德銀認為 為避免出現金融系統風險 即使中央已出的招數不足夠 相信會繼續出招 預期內地股市本周或有技術性反彈 位於環球市場不明朗下 H股整個下跪了只會上落市 但為前年底國止一萬四千點目標不變 中央勢在出招有排鎮中銀國際指出 要穩住A股 中央遼需退更多措施以免惡性周期出現 若A股持續大幅波動 最終會對港股構成負面影響 如遼大型籃籌股 及防守股將會吸引市場的注視 Bi Bi Bi